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青岩布吉机视 今集介绍一下布吉的Bang房 这间Bang房的名字很特别,叫做六四 找到这间Bang房 过程都是很偶然的 先在这个市场里看到一支二手木吉他 挺有趣的,接着就向他发文 得到的回复是,这是一间店铺 位于Olt Town附近 正是我们经常去的Bitbop酒吧附近 名字叫做六四Shop 找到这间店 一间Bang房卖这些二手乐器之后 事件只有不理了之 因为我也没有去卖这个乐器 后来我去搜索布吉的Bang房 即是好像香港总统琴行 逐个小时租来玩乐器 那些鬼佬group发问 得到的答案 好像几乎整个布吉只有这一间 我想捐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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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 应该还能找到的布吉这么大 但起码我得到的资料 就只有这一间 所以它的价钱也挺浪 现在我预计每一小时 就二百多元 继续去见识一下这间Bang房 我去到的感觉 原来它也挺主力的 是卖二手吉他 布吉他、电吉他、Base 也挺新的 有企理的 有多款 型号款式 我不太懂 有没有珍藏 我就不太清楚了 接下来它带我到Bang房 可能正因为布吉的Bang房 真的挺少有 可能是 所以它的设计也挺爆 就让我设计到这两个小时 但是真的一搭正够 就已经有人敲门 即是已经有其他 我见有些贵佬 带来一些学生 就 泰国学生 走来练 就准时进来就接班了 所以我想它的设计也挺爆 而且呢 在之前沟通的时候 这个老板 差不多到晚上 10点、11点 都还跟我文字在沟通 所以我想那个商店应该都开得很晚 说起文字沟通 我先给按金下订 过数QR Code 就看到名字 姓鄧 TANG 不知道它是华人 还是泰国人 因为泰国人也有TANG 这些译音 去到呢 就先是员工见到我 一开口就问我 Only You 我以为是歌名 后面有个女儿 应该是老板的女朋友 她挺漂亮的 她老板也挺漂亮的 那女朋友就笑着走出来 问我 是否我一个人 比较多是一班BANG 一班人去夹BANG 那我一团人就奇怪些 更重要是 这个老坑 老伯伯 所以就有点好奇 可能是 都挺好玩的 她那些 器材、工具、空间、空间 设备、冷气等等 都很新正的 幸好我就自备古棍 因为我发觉她的空间 应该是没有提供古棍 可能是这个卫生问题 又或者可能要开声问她借 或者要给钱买 不清楚 总之我带了自己私家 卫生问题 带了自己私家的工具去玩 也玩得挺个人的 这次就分享完这个 布吉64 这间shop 其他题目再说 尽大一提 其实布吉 用数字的点非常非常之多 那次组织十几天 下间又和大家介绍一下